这个生物属于一种蜥蜴人 可借助采用了纳米技术的套装将自己变身为人形 确切点说,这个套装就是围绕在它们身上生长 形成第二层皮肤、衣服、头发 让它们呈现出人类特征 这样蜥蜴人就不会被人察觉出来 可以随便出入任何场所 有时你的宠物能够嗅出它们 还会不断地对这个人吠叫 猫科动物见到它们后 可能会变得小心翼翼 并发出嘶嘶声或者试图发起攻击 然后又突然退缩 好像猛然间非常害怕的样子 这是因为蜥蜴人会释放信息素 以此来警告那些想伤害它的动物 蜥蜴是最尖诈的爬行动物 它们冷酷无情,非常冷血 它们的眼里只有猎物 打猎就是为了行乐 人类不过是它们达到目的的手段 它们与天龙人合作 不过是因为看中了地球的宝贵资源 同时还可以以人类为食 在与天龙人一起合作的物种中 它们可能是最诡计多端和野心勃勃的生物 这些蜥蜴会骗取你的信任 让你相信它们是来帮忙的 它们伪装成领袖 知名或不太知名的宇宙知识通灵者 利用这些伎俩 它们想向人类传递虚假信息 为了让你信以为真 只透露一丁点真相给你 它们会告诉你的事情 包括诸如 我是碰巧来到这里之类的 或者它们知道一个简单的真理 这个真理无人知晓 是最高机密 只有少数人知道 因为它们是精挑细选之人 与天龙人一起合作的 还有其他类爬行动物 但它们不是冷血动物 在有些世界里 那里的生物按照古老准则生活 一旦受制于信用准则和承诺 协议就很难撤销 有一群被称作 内尔菲·莱克斯麦的生物 它们出类拔萃 曾经是伟大的教师 和神秘主义者 内尔菲·莱克斯麦生物 生活在被你们科学家称作的 大麦哲伦星云的尽头 这个星系的力量巨大无比 有些行星还在行程中 而对于年头过于久远的行星 它们建立了档案 用来记录再生生命 大麦哲伦星云的友情行星众生 知识渊博超过著名的宇宙学习殿堂 据说这个星系距离Terra 有十五万八千两百光年 但实际上还要稍远几千光年 在这个星系中 存在着一个世界 那里的两族动物 被奴役时间长达数千年 由于受到无形者的操控 两族动物妥协 屈服于它们的控制和心理游戏 因此 在数百万替该难年间 两族动物建立了联络处和前哨战 用来作为观察哨战 收集信息 并传达给天龙人 这种信息很少会修改 地球人仍在抵抗 仍在反击 仍然拥有自由 奈尔菲·莱克斯迈渴望这种自由 但由于它们最初的服从 受到约束 它们的故事与你们的截然不同 有人发现奈尔菲·莱克斯迈 把自己伪装成古老而知识渊博的生物 用伟大的故事和绝妙想法来帮助人类 这是因为它们已经盯着你们数百万年了 对你们的弱点了如指掌 它们善用阴谋诡计 用花言巧语符合你的心灵 它们清楚 如果将自己的历史展示给某些人 这些人会把它们看作远古生物 还拥有能穿越时空的宇宙飞船 它们巧舌如簧 让你相信它们甚至可能是银河联邦的一部分 但它们不是 这些生物不是你们的朋友 相反 它们学会了用你们自己的历史来对付你们 它们知道你们要寻找什么 以及你们急切想发现什么 因此 当它们与人建立联系时 专门找那种不会质疑 或对所提供信息 或信息来源进行事实核查的人 它们会与那个人搞好关系 为它提供大量听起来真实可信的信息 基于过去的经验 这些信息感觉很真实 但其实是虚假信息 它们向你提供的是天龙人的谎言 让你陷入它们早期的操控模式 无形能量需要生命力才得以生存 这只是天龙人为了进入太热领域 使用的其中一种途径 在那里来滋养他的友情众生 和你提供的生命力 然而当你准备了解时 你会发现有些古代的奈尔菲 莱克斯迈人 他们发现了漏洞 找到了出口 站到了天晴座和光的一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